民进党中央昨天下午拍板定案 确定参选2016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候选人 要在2月12号到16号完成领表登记 这次提名作业比原定的时程是早了一个月 因此被质疑是为蔡英文量身定做 刻意排除其他的竞争者 就连民进党前主席苏生昌也酸溜溜的抛出一句 为什么要这么赶呢 马上就在台湾环节来看东南卫视 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大家都希望不论是台市立委 我们都可以尽早把提名确定 真的觉得很抱歉 在建筑媒体报道之前 没有先跟苏主席简报 跟生妈抱歉 淡淡一句很抱歉 蔡英文证实民进党2016台湾地区领导人 初选提名提早作业 让民进党内的苏蔡新杰再度扶上台面 你看起来这个时间是在过年期间 不想为什么要不好看 前主席苏贞昌话说的酸溜溜 公开挑战蔡英文领导权威 更点燃初选烽火的导火线 因为根据民进党内部文件 原本2016选举提名作业 3月2号发布公告 9号领表登记 4月22号公告提名名单 突然翻盘变成2月9号公告 10号开始领表登记 整整提前一个月 市长那个初选提早啊 后面小薰 对不起 陈菊敏感问题不回应 因为民进党内已有人质疑 2016提名作业提早 根本就是让掌握党机器的 蔡英文占尽主场优势 强调提早作业 只是为了提早布局 蔡英文眼下卯足全力 为明代补选战台冲刺 而同样是2016人选大黑马 高民调的台南市长赖清德 如今选择按兵不动 静观其变 不管这个结果如何 我都尊重中常会的一些讨论 那市长的规划有去领表吗 没有这个打算 眼看民进党内的权力卡位战 提前引爆 那么国民党方面则是尚未定案 不过据团媒体报道 国民党方面多认为 明代与2016地区领导人 应维持并选 那么至于提名的时程 领导人提名 不用召集确定 最晚的六七月完成即可 我是林芝 现在台湾 相关话题 我马上连线台北演播室 叶寒 把这些交给你 好的 清凌 今天我们论到台北的环节 是请到两位嘉宾 首先是中国文化大学的 邱毅教授 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那另外一位 是台湾亚开防务杂志的 总编辑郑继文 郑总编 郑文编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们现在要聊一下 这个民进党方面的 对于2016的动作 那昨天的民进党中常会 是公布了2016年 这个初选的时程 是比往年提早的一个多月 那就有外界质疑 是为蔡英文量身打造的 这样的一个计划 需要为了刻意排除 其他的竞争者 在这里要问一下邱教授 您是怎么解读 他是否是为蔡英文量身打造的呢 人无私心 天诛地灭吧 那蔡英文现在 占有一个有力的位置 他是民进党的党主席 所以民进党的大选的 初选的游戏规则 是由党主席进行造极来制定的 那如果说蔡英文没有私心 他不懂得为自己量身定做 对私人定造一套 初选的办法与程序 那蔡英文就是傻瓜了 那至于暗中吃了闷亏的 像是有心角逐16年的苏珍昌 那或者是说远在南台湾 那么对于大选也有野心的赖清德 那么也只能够看着蔡英文 进行所谓的量身残疑而暗自眼红 也只能接受啊 基本上初选本是要民调嘛 要党员投票嘛 那你党员投票是要接触啊 民调叫脖子民度啊 那舞台在蔡英文手里头啊 那你们这些人起步又晚 你怎么跟蔡英文竞争呢 是您刚才有说到这个苏珍昌已经是吃了闷亏了 那虽然说他现在吃了闷亏 苏珍昌还是要咬紧牙关 好像还是要奋斗搏一把 因为他有消息透露说 他现在已经对这个幕僚下达了一个战斗令 要求提前为初选做好准备 那邱教授您觉得双方对上的可能性高吗 那苏珍昌是必须做这样的表态 因为即使他知道这一场大选的争取出现 苏珍昌面对蔡英文是毫无胜算 但是他也不仅仅卸了自弃啊 因为他一旦政治的问题是这样 你一旦卸了自弃的话 你的团队就散了 你的团队的自弃就没有了 那政治的残酷在哪里 一旦你没有了 于是有人就会觉得 不需要在你身上做任何政治投资 紧接着就会有人落井下石 所以苏珍昌过去的问题就会被扒出来 所以就每一个政治人物来说 即使心里不想选 嘴巴也会说 我还是可能会选 那即使自己知道选了一定输 还是要去搏一搏 一旦搏我就会有人气 一旦搏我就会有团队 一旦搏或者就有机会 所以就苏珍昌来说 他当然知道跟蔡英文 这一次的角逐上是没有任何胜算的 但是仍然必须一搏 那邱教授认为说苏珍昌肯定是要奋力一搏 郑主编您觉得呢 我觉得其实苏珍昌现在可以用的牌真的很少 因为现在就很摆明 这个舞台做装的是蔡英文 你看蔡英文从这个去年底就是九合一大选到现在 那近期又有一个补选活动 那蔡英文如果说这次又选得非常的好 那无一又替他增加很多分数 也因此在这样的这个情势下 我认为不管是苏珍昌或者在南台湾这个所谓赖神 这个赖清德 其实他们对于目前眼下的形势 我想最后还是被被迫还是需要妥协 那你能反弹其实力道也相形是要非常有限的 那相对于民进党这么急迫 国民党方面好像就显得有一点从容 他们好像完全不急 特别是在这个民进党中常会开完之后 国民党阵营却说2016提名不急 年终确定即可能就大概要到六月份的时候 这样的时候您觉得为什么他们会不急呢 其实这也是目前这个对国民党来讲 形势比较低迷 形势所使然 因为自从这个去年底 我们知道九合一以后 其实国民党方面就是士气几乎已经到了崩盘的地步 然后大家都不看好 那目前处于一个休养生息阶段 虽然这个朱立文当党主席以后 那提出很多这个不错的这个口号 那就目前来看 他也是积极的参与一些党务 比如说补选 他也亲力亲为去助选 那基本上来讲 这整个社会对于国民党过去来执政的这个失望 还有一些问题 其实也是慢慢在抚平中 也因此对于国民党来讲 目前正是利用这一段时间好好的调整自己 然后这个对于他自己党的这个整个 对于基层的这种凝聚力 慢慢在借由没有出事这种状况下 慢慢凝聚回来 我想对于国民党来讲 这个疗伤止痛 这段期间这个非常的重要 那因此对于他所谓的这个初选 自然而然就老神在在 因为形势确实比人强 嗯好